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想法来想 任何的价格都是供给跟需求来决定的 所以当联准会要降息 上市场上释放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美元的时候 美元变多了 但是如果它的需求没有上来 美元会怎么样 会扁 美元如果一扁 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 当然相对升值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所以在联准会降息 美元贬值带动了台币的升值潮后 有哪些个股会受惠于台币升值 而在这里受到资金的追捧呢 我们要来请教蔡明翰 蔡分析师 明翰帮我们追踪一下 在台币升值当中 其实这个范围也很大 但是要帮我们找出当中强势中的强势 OK 这块来讲 我们先从这个所谓的 既然降息的情况下 到底哪个族群会受惠 那严格来讲 我们最简单把它拆分成两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最早提到 确实这个所谓的降息的情况下 美元自然转弱台币升值 那在台币升值就受惠股的部分 大家就可以直接理解 因为当这个台币一升值的情况下 会造成一个现象 很多的所谓的 大家常常听到的 什么汇兑收益的部分 就会有明显的热烈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真的台币持续转强 自然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只是要跟大家提到 在这一块来讲 只要外销比重比较高 拿美元的这些族群 其实都有机会受惠 但是这个外销族群可受惠 就变成非常的广泛 其实就上市柜公司来讲 绝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所谓的收美元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变成到底谁受惠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建议大家 除了尽量外销比重高之外 尽量选择 这个成股整个产业的部分 具有特别的利基 相对来讲 后续来讲 当大家在这个外销股 从中间去选美的情况下 大家会尽量寻找出一些 所谓具有特别利基的 这些族群 那如果就这样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给予比较一些 比较中长线 等于是长线保护短线的 这个族群 如果就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跟大家提到 常常无论任何的角度 在今年 有一个族群绝对不能miss 就是在5G的一个部分 下半年绝对是这个 所谓的5G的很重要的主角 那另外一个族群 也许市场上会觉得有点远 就是明年的这个 所谓东京的奥运 那这一块来讲 虽然是明年 可是每一次在转 这种个股在表现转强 常常都在前一年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就认为说 这两个族群 都是外销很重要的一个主角 那5G或者是刚刚提到 运动修行用品 全部绝大部分 都是以欧美消费为主 那这样的族群来讲 既有这个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外销的 所谓的外汇的收费 另外又有这个中长线的题材保护 所以这两个族群来讲 我们就认为是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 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因子所在 那如果说就5G族群来讲 我们帮大家列出一些 所谓的比较重要的个股 那我们提几档 跟大家提到 第一档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族群 就是PA生化家族群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贸的股价 你会发现在前一段时间 从这个5月初持续下跌的情况下 这个跌势非常的凶猛 那主要几个因素 第一个当然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贸易战 跟这个电子股 有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就是这个 所谓的华为事件 刚好它的大客户 刚好是所谓的重枪 很重要的主角 所以当时呢 这个可以看到 5月的下半段 这快速补跌 但是呢 目前这个利空 有没有消化了 其实严格来讲 只能说消化 但并没有消失 但是呢 会发现这些利空 没有消失的情况下 股价就已经缓步电高 那重点在下半年 5G对于这个文贸的部分 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贡献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这个外销比重高 那下半年又5G的贡献的 这个文贸的部分呢 可以特别去做关注的动作 那如果另外PCB版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4927的钛顶 那虽然说 刚刚我们列出来的PCB 包含联帽 台光电 那针顶 包含这个泰顶 都是PCB很重要的个股 可是泰顶来讲 我认为说相对而言 在5G的部分来讲 不只是受贿 你会看到它股价的走势来看 很特别的这个状况来讲 你会发现 你看不到这个所谓的 之前呢 包含这个提到华为 或者是这些贸易战的问题 股价维持高档震荡 很重要的因素来讲 就是它的整个基地都在泰国 因为它是KY嘛 海外的部分 对 泰顶的泰就是它的主要基地在泰国 相对来讲它反而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下半年来讲 又5G 那如果贸易战开打 它又不怕 所以相对来讲 都一直持在高位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我说整个 这一档个股来讲 算是5G之中 可以值得大家特别去关注 那至于我们看到运动休闲族群来讲 这些个股来讲我们帮大家简单一个区分 可以看到这个丰泰宝城是智协 那巨洋如虹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绑枝股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丰泰相对来讲 算是智协比较重要的主角 那加上说本益比相对来讲 虽然比较高 但是目前来讲是呈现快速成长 那最后一个族群是这个所谓脚踏车的部分 巨大美利达 过往来讲讲到奥运 大家都只会讲到前两个 那至于今年比较特别 也是因为这个欧洲的电动自行车需求 比原本预期要来得强 所以认为后续来讲 讲到运动族群的部分 巨大也是很重要的主角 所以认为相关族群这一些来讲 都是刚刚提到外销比重高 那中长线也有题材保护的族群 都是值得大家持续留意的焦点 好 刚才看到的是电子股当中 不管是5G 或者是在运动休闲 这种相对有利基型的各国 在下半年有机会受惠于新台币升值的力道 那新台币升值当然对于内销 对于传产股来讲也别有一片天 惠宇要来帮我们看一下 那在传产股当中 哪一些有机会跑得比较快呢 好 我想刚刚明翰 把整个大趋势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来稍微补足一下其中的一些部分 那我替大家选出来 就是说我认为说在美国降息之下 会有哪一些的受惠 好 首先我们从美国本身的厂商来讲就好 当然它贬值来讲 然后对它的美国的企业是有利的 那最大的受惠者是谁呢 就是iPhone 因为库克之前也表示说 它去年iPhone销售的不好 在新兴市场其实它很吃亏 因为它的美元在去年涨了4.4% 所以它没有办法用更好的价钱 然后去订一订新兴市场的价位 那现在如果美元走扁的话呢 当然对于iPhone来讲 它在新兴市场的定价是有利的 好 那回到刚刚小玉跟大家讲的 当然我们就是想到说美元扁了 当然亚币就会升 亚币会升的话呢 就是内需传产股会受惠 因为传产股的部分 它可能账面价值会随着台币升值而提升 然后呢 这些进口的内需股呢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食品股 因为它是主要进口的嘛 所以呢它会有一些汇率上成本的降低 那我们先来比较跳动的呢 来看一下苹果的受惠股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就是说苹果的定价 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有利 但是我们整个来看苹果的财报来讲的话 在上一季其实苹果的财报它是衰退的 可是这当中有三大块是比较不一样的 第一大块它的iPhone销售是降了17% 所以iPhone卖得不好啊 对不对 可是它其他的穿戴装置卖得很好 软体的部分 对 还有软体的部分 穿戴装置涨了五成 然后软体的部分呢 服务的部分涨了一成六 所以我们比较跳动一点 我们不要从iPhone本身的供应链来看 我们从它旁边的这个穿戴装置来去看就好 那首先有一个族群 可能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蓝牙耳机 这个非常的夯 蓝牙耳机去年实际上正确卖出的套数 是大概4600万 可是苹果的iPad它的部分呢 就占了75% 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整个的成长前景是很明确的 到明年会上升到1亿套左右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来选出 什么样的公司是会受惠的 那就是耀华了 耀华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从原本的PCB的传统版 然后现在进一步的 它把它的制程提升到软硬结合版 车用版跟润液层 那其中iPad的部分呢 就是在软硬结合版 它主要是应用在这一部分 那车用版的部分 就是像倒车雷达的这一块 那润液层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 因为以前的HDI版 它是用砖孔的方式 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个 板层的部分会有一些砖孔的影响 那所以铜箔基板的部分就变得比较多 可是它现在呢 它用润液层的部分呢 它可以把铜箔基板的部分减少 那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以往它的技术并不是那么的好 那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高阶手机用 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 可是现在它技术良率提升了之后 所以中低阶也可以用了 对 中低阶目前可能还不知道 但是中阶已经可以开始用了 那耀滑等于这三块它都有吃到 再加上它最近很积极的在进行 所谓的产业自动化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毛利率其实是一直的在攀升 那今年第一季EPS 0.33 其实是已经大于去年的上半年 法人估今年会有年增四成的幅度 那我们以它的现行来看的话 它现在目前在季线这边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有一个支撑存在的 本益比14倍不到 所以其实如果到时候苹果出来的话 我想它是还蛮有机会的 那再来回到我们的所谓内需股 我们来讲一档 剩一点点的时间 讲一档就是浦丰 浦丰因为当然美元贬值的话 进口饲料成本就会跌 那浦丰它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们的氮基厂 席选氮厂还有总压厂 在今年明年都要陆续的投产了 那总压厂是什么呢 总压厂其实倒过来就是压总厂 什么叫做压总厂 就是我想要 比如说现在的那个肉压的价钱比较好 我想要生产肉压 那我就在压总厂这边 总压厂这边来进行繁殖 所以我生产出来的都是这样子的机种 那当然它这一部分的规模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产线规划的是还蛮完整的 再加上它会认列桃园子公司的不动产的利益 这一部分可以贡献它们大概1.3块钱的EPS 连续三年的股息殖利率都有4%左右的幅度 其实像这样子的股票 也是比较容易受到资金青睐 只是最近可以看到它的涨势好像比较强了一点 因为如果有机会的话压回一层以下 我认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好 所以惠宇刚才谈到这些资金回来的同时 它会看重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高值利率 这个时候不趁着股价压回来 介入一个好的时间点 怎么样能够赚取比银行定存还要高的报酬呢 所以高值利率股还有哪一些值得留意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追踪 谢谢大家